没有依据 我举个例子 就前几天有一个 应该是他在刚当兵不久的人员 他就特别问我说 我们这个外散述到底是怎么样 去实施的 那我就说我的方式 他就说他们部队是什么样 那我就直接问他一句 你们部队的人这样说 那他的依据是什么 我的依据是 国军内部管理的 国军的外散述实施规定 我有讲出我的规定 我有讲出我的依据 那你国军部队的人 你只是想要呼隆你的部署 那是你家的事 我只知道规定就是一切 然后他竟然说 没有啊 我们部队的人就说 这里就是这样实施的 那就是你的部队有问题 他没有按照规定来实施外散述 所以你不能说我错 我按照规定跟你讲 国军的规定是怎么样 那你的部队没有这样执行 只是呼囊你 那是你的部队的问题 不会是我的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一个人 有一点点就是说 他为什么规定是在我们部队不执行 那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你的主观要违反规定 你不去按照内部管理实施规定的休请假规定 或者是内部管理实施规定 来让大家来实施外散述 那是你部队长的问题啊 跟我没关系啊 我只是把国军相关规定跟您做说明 好跟您做说明 所以这不关我的事啊 他在这个留言的过程 稍微跟我有一点点争执啦 但是我又不是总统 我也不是参谋总长 我也不是国防部长 我没有办法去严格要求各部队 一定要每日实施外散述啊 那外散述规定里面 其实就有提到 如果部队有重大事故发生 他是可以限制个人 或者是团体的外散述的 只要是主观都可以 哪怕你是连级主观赢级主观 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还是希望各部队的连队长 队长一定要按照外散述实施规定 来实施 不然人家会看不起你 为什么 例如 我现在举个例子 例如一个装甲银 他下面有四五个链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别的链都可以外散述 你的链不行 一样各银哦 为什么以银为单位 因为银是一个基地测考 或者是专心管道训练的单位 他专心管道训练或基地训练 一定是以银为一个基准 那这个银里面有那么多链 为什么别的链可以外散述 你的链不行 是你这个链长比较笨吗 还是你这个链长比较白痴 还是你这个链长就是不想按照规定 那就是你链长的问题 那别的链可以每天外散述 那你这个链不行 你的链会怎么想你的链的官兵他会怎么想 那链长烂了 链长没有规划能力了 你看别的链都可以外散述 对不对 所以那个外散述的实施与否 除了警卫 请勿以外 真正的除了警卫请勿基地或相关训练之外 真正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的主观 到底有没有要全面的让大家来实施外散述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希望这个弟兄能听见我说的 那可不可以那真的是你的主观 他如果今天随便想一个理由可不可以可以啊 他每天都想一个理由可不可以也可以哦 只是会让人家不舒服而已 今天例如礼拜一我链长宣布全链留下来 我们来打扫什么库房 然后呢明天谁要检查 链长要检查可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连长愿意这样说 当然是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如果你连长每天都给你故意搞一出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连队都没有办法出去 也有可能哦 也有可能哦 不过我还是希望连长哦 你让越多人出去是你的能力 你能力越好 你规划的越好 你的人才可以出去的越多 你才可以展现你的价值嘛 那如果你每一个连长都说 啊反正我的人都不用放出去 我可以做事 那你就无能啊 别人那么少 一样可以完成他连队的事务 你人那么多一样完成 那我要你干嘛 那你就无能啊 别人留下十个人就可以完成连上 晚上要做的事 你要留一百个人 你是白痴是不是 还是你智障 讲到智障 我以前有个牌子 这个有个牌长 常常被我们科长叫他智障 就是这样啊 他没有规划能力啊 陆军官校专科班的 我对他印象很深 常常被我们科长骂智障 他真正的名字的谐音 也有一点点音差不多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在骂他 还是在叫他的名字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呢 你这样不放人家出去 只会让我觉得你很烂而已 为什么别人习你不习 我常常 国君的这个座右铭 我一直从录用到最后 应该说 我从分科教育用到最后 别人行 你为什么不行 别人行 我为什么不行 别人引体向上 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把这一句话 当成我的座右铭 就是因为 我在分科教育的时候 我体能每项都满板 我体能战绩每项都满板 就只有引体向上 我六七十分而已 然后那个时候呢 这个区队长就曾经告诉我 他这个区队长学历很好 台北工专 以前台北工专是一个好学校 非常好的学校 特别跟我讲说 为什么别人能你不行 你要把这一句话放在你心里 只要努力 你一定会有办法拉18下 那时候我的引体向上 要18下才是100分 我就是因为那句话 别人能我为什么不能 人家可以拉18下 我为什么不能拉18下 因为我没有努力 别人的连队 可以放50个人出去外散数 为什么你的连队 只能放10个人出去外散数 你无能 你无能 你没有做好连上的各项情务规划 所以你放出去的人比较少 那你这个连长无能 你这个连长无能 所以我还是希望 各连队或者是各营连长 大部分都是你们在管外散数的 我还是希望 国军还是按照自己建军的方向 你既然都说可以每日外散数了 那你就要尽量在战备演训 或者是卫少勤务许可之下 尽量让多一点能出去 人家还能感受到真正外散数的感觉 如果你各个连队长只想刁难的话 那你干脆不要外散数好了 对不对 你就不要跟人家讲说 我们国军有外散数 这种东西 你就不要跟人家讲就好了 你就说我们国军 你要进来当兵可以 有时间我会让你外散数 那你就这样跟张牧原讲说 张牧原你去宣导的时候 你要这样宣导 你不能跟人家讲说 我们国军现在实施每日外散数 就是你如果要刁难人家 那你就不要这样宣导 那你竟然跟人家宣导说 我们国军现在非常的自由开放 我们都实施每日外散数 除了卫少 除了训练之外 每日实施外散数 那你就要做到 你没有做到 只是让人家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来我的频道一直询问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明明是你主观的权责 结果大家都疯狂的来问我 我们单位这样做对吗 我们单位应该要怎么样 才可以实施外散数 我应该要不要去租屋 等等的问题来问我 所以不应该让他们来问我 应该是你这个连队 好好利用你连上的人员 来实施相关的规划 尽量让多一点人出去 这才是你连长存在的价值 如果你连长存在的价值 只是把多一点人留在部队 不让他们外散数的话 那你干脆去干排长就好了 不让你干脆去干班长就好了 你管不了一个连队 你去干班级干部或排级干部就好了 你管一个连队就要有一个连队长的感觉 要以官兵的福利 当那训练那一个我先撇开不讲 我是以官兵的福利最大化 能让他出去你留着干嘛 你怎么不会想说 你这个连长头脑也很笨 你怎么不会想说你多留10个人要多留10个人的水电 你要帮国家浪费这10个人的水电 你怎么不会想 你怎么不想说把这些人都赶回家 跟着让这些人都回家 用他们家的水电 不要运用到军中的水电 那你不是水电透支说不定就可以更平衡一点了 是不是 你这连长会不会想 所以呢 既然国军有这个规定 那你就去执行嘛 那你如果执行不开来 那我只觉得你这个连长无能而已啊 好希望我们的连长都不要那么无能 既然国军有这个规定 我们就去做嘛 尽量达成 不可能完全达成啊 不可能完全 例如我不可能 我说我这个连上150个人 我每天都放150个人出去 这是不可能的啦 因为有卫上 有勤务 对不对 甚至是有这个护凯留守 例如连长跟副连长 例如军械室这些是有户卡的 那也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出去嘛 军械室都出去 请问谁有亲 有一些不可能的 那只要是我们有办法 尽量让大家出去的 应该是要上他最大 连上有几个人出去 就全部放 就像我以前 在连队一样 只要卫上 没有卫上的全部出去 全部回家 这就是我的想法 按照规定啊 我只要留职相当的战备兵力 不管是六分之一或九分之一 看当时的是什么情况 我留下我的人 其他人都出去啊 我是不会出去啊 其他人都回家啊 有什么关系 我就按照战备 经常战备处置规定来做了 我营区 有留下最低的留职兵力 我没有错啊 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上级来督导说 你连上怎么留21个人而已 包括长官 我按照经常突发状况 处置规定 我的连上只要留20个 我还多留了一个 那个人就是我 这样不行吗 可以啊 你不会被记缺失啊 对不对 你不会被记缺失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出去 既然都是按照规定 留下的战备留职人数 那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出去 就是你这个连长无能嘛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里再强调 因为太多人问我外散述的问题 在这里再强调一次 你这个营连长 一定要按照我们国军 现在的外散述实施规定 来尽量 反逐自己连队的战备需求 之外的能力 尽量让他们来实施外散述 这样呢 反而能让这个连队 更强化自己的相情 对不对 他都觉得连长都 资出计较 对不对 都斤斤计较的 尽量让我们出去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连队上好好干 连长都这么帮我们想了 我们不能帮连长想吗 一定会嘛 是互相嘛 互相的问题嘛 所以还是希望 各单位的这个营连长 都能好好的去管制 每日外散述这个事项 不要再让那么多人来问我了 问的都有一点 为什么这么多单位 外散述这么不正常 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 今天在藉由前沿的部分 提出来跟大家说明